對 自從我宣佈不參選之後 我一直在幻想當明代可以多爽 今天看完這個豪宅後 你是不是二位啊 看完這個豪宅後就發現 你各位電視機的 電視機前面的各位魯蛇 當你一輩子勤勤懇懇 買了一個產權40瓶 10瓶只有20瓶的房子 你以為光要門沒了 你以為終於可以求婚了 拍謝 人家是800瓶的豪宅 你沒有聽錯 是800瓶的豪宅 這東西真的叫做土地的主人 我們都知道 國民黨在繫子有兩大家族 一個叫做繫子白家 一個叫做繫子廖家 他們都說是繫子的土皇帝 後來發現我搞錯 不是土皇帝 是土地的皇帝 看一下到底水準差多少 再看看你家圖四壁的小房子 來比較一下這個相對波羅看 這在當地很多人都知道 經過這一料現場他們家的 皇帝皇宮 不要再講違建 講違建侮辱他 這皇宮 莊園 VILA 當地都知道 郵差也會自己寄過去都知道 然後西北市政府說他不知道 西北市政府說查無不法 然後沒有涉嫌拋屁 然後未來會會堪 所以厲害當地人都知道 周刊也知道 對方的選舉的對手也知道 然後連郵差都知道 然後西北市政府不知道 這個違建其實就是在 國民黨執政之下 一路存在的狀況 所以到底裡面有沒有違法 我看西北市政府的態度 周刊是爆了一個料 感覺上有一點像是 中二言家的翻版 然後翻版翻在哪邊 翻在新北的細緻 那我先請教正浩 我們看這個靖周刊 他就講說議員父子占國土 保育區 保育區可以蓋豪宅嗎 還有他另外還有一件事 這是分開的兩件事 一個是保育區蓋豪宅 另外一個是國有地 他把它弄成停車場 然後賺停車費 有這樣一個特權的狀況 那今天我先補充一下 當事人的說法 他說那個莊園 莊園 房子的部分有涉嫌 八百坪的豪華莊園 然後因為他是在山坡的保育地 這個部分 廖欣祥他的說法是說 阿公阿嬤沒打掃 然後醫區域的計畫 來做一個申請 那違規的部分 他說依法會來做處理 再來看停車場的部分 他說我跟我爸爸講 避免這些爭議之後 我們就不再出租國有地的 這個停車位上面 我們不再 不再做這個出租的事業了 那 戲子的都喜歡推給爸爸跟阿嬤 黃國昌也是 這是阿公 而且還住停車場 對 鄭浩 因為我們可以看一個相關的資料 他不是說阿公阿嬤沒打掃 那其實這個這塊地 什麼時候開始長大的 對不對 一百年後 大概是二零一一年 那這是二零一零年的 看起來還都是綠草綠樹 二零一三年開始慢慢的開始開墾 二零一四年 結果到二零二三年 很清楚的 他就是有兩個魚池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涼亭 這裡還有一間房子 那請教鄭浩一下 所以明代就可以有這樣一個特權嗎 這個違法顯然已經是超過十年的事了 對 自從我宣布不參選之後 我一直在幻想當明代可以多爽 今天看完這個豪宅後 看完這個豪宅後就發現 你各位電視機前面的各位魯蛇 當你一輩子勤勤懇懇 買了一個產權四十瓶 十瓶之後二十瓶的房子 你以為光要門沒了 你以為終於可以求婚了 不好意思 人家是八百瓶的豪宅 你沒有聽錯 是八百瓶的豪宅 這東西真的叫做土地的主人 我們都知道 國民黨在繫子有兩大家族 一個叫做繫子白家 一個叫做繫子廖家 他們都說是繫子的土皇帝 後來發現我搞錯不是土皇帝 是土地的皇帝 好 看一下到底水準差多少 再看看你家圖四壁的小房子 來比較一下這個相對波多看 這個就是廖先祥家裡的空拍圖 這個空拍圖這就是所謂的 山頂豪宅 那這個豪宅我特別請過 這個風水老師勘語過 這個東西是絕佳的風水寶穴 後有靠山 前有水 一般來說我這種水池開始講 你現在是在講洋宅還是洋宅 差不多意思 洋宅 後有靠山 前有水 這個水我們一般家裡也會擺水 可是像我們這種魯蛇 一小盆 然後擺幾個水晶球 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讚讚讚讚讚 抱歉 他們先想廖家 大格局直接挖一個大的水盆出來 這個大的水盆叫做聚財 水盆越大 財聚越多 那目前這個水盆聽說是有佔用到國有地 這第一塊 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廖家是蓋國秀 高級的家族 那種有錢人家族的車子都有個特別 底盤特別低 所以不能用爛泥巴地嘛 好車子底盤都低啊 對不對 所以不能爛泥巴地嘛 勞絲埃絲啊 保時捷啊 開不上去 所以特別修一個平整的水泥地 從下面這樣開上去 這個這一塊 目前也是佔用國有地 那開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一路巡迴到這個豪宅啦 這個豪宅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豪宅 這邊有個涼亭 涼亭一般是烤肉 烤肉專用 當你中秋節還在可憐的社區管理會烤肉的時候 他們廖家已經可以有這個涼亭自己烤肉 那這一塊呢 目前據說算是他們廖家的地沒錯 可是呢 這塊地違反使用分區 因為這是水土保持地 還有農務用地 你如果農務用地 最多蓋個農舍都算違法 你會蓋雞舍 或雞房舍 就是放農具的 鐵皮的 OK 蓋成這樣 也是違法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這一個超大型的天然違建 有再用國有地的 有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的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這個時候講到這邊 因為觀眾都越來越內涵 就說 你說是違建 違建有分啊 有分既存違建 還是分這個新違建 因為我們大家就被訓練到很內行對不對 可是偏偏呢 這個他們這邊 可能被遮住了 他門口這邊有個牌坊 這牌坊 他牌坊上面提四個大字 叫做榮耀良鄉 良就是廖正良的良 廖正良就是這個 廖仙翔的爸爸 對 他的爸爸 那個良 榮耀良鄉 那沒關係 你看操打就提字 沒關係 還有落款 落款時間民國一百年 現行犯 好不好 98年以前才算記載違建 製作單位很無聊 還跟我們找到什麼空拍圖什麼的東西 根本不用嘛 你落款就落款一百年啊 有什麼好講的 他可以講說我房子蓋了五十年才落款 對 不是 是五十年前先提 好 提總一百年 是不是這樣 照理說是這樣是不是 所以這沒辦法 你剛好找到一個牌 糧成吉日 一塊石頭剛好想要提個字 想要提個字 然後手不小心明明就民國六十幾年 一寫個一百年 手滑這一塊 那另外一個還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東西 就是說因為你仔細看 像這種高級的住宅 用電量一定很可觀 還有這個用水量也一定很可觀 大家不要小看 這水要活水啦 要滾動的啦 活水才會帶財 死水就會聚會氣 不一樣 還有登格勒 重點來了 那水電怎麼來呢 水電狀況是這樣子 因為沒有門牌 你怎麼申請水電 聽說那邊自己弄了一個門牌 叫做東山路四十二號 東山路四十二號 到底是誰的家 不知道 因為有人地震系統輸入進去 沒有這個 找不到 沒有這個 但是因為是議員家裡 議員家裡 所以沒辦法 就還是幫他接著水電 至於一度電算多少 水費怎麼算 也是個問號 但是沒關係 現在整個戲子在地人 最大問題就是說 既然這個豪宅沒有門牌 那到底寄信給廖宣祥 要寄到哪裡 對不對 沒有門牌 搞不好這爸爸住的 他沒住在哪裡 沒關係 以後你就寫 廖宣祥硬拔刀 當然 因為那個 硬拔硬刀 自己的郵差就會送過去 因為這個很有名 這在當地很多人都知道 經過這一料現場 他們家的皇帝皇宮 不要再講違建 講違建侮辱他 這皇宮 莊園 Villa 當地都知道 郵差也會自己寄過去都知道 那西北市政府說他不知道 西北市政府說查無不法 西北市政府說 科長回應 不知道 查無不法 他不是說查 他說不知道 然後沒有涉嫌抛屁 然後未來會會堪 所以厲害 當地人都知道 周刊也知道 對方的選舉對手也知道 然後連郵差都知道 然後西北市政府不知道 那這個一路這十四年來 都是國民黨執政對不對 這八年 四年周席位 八年的朱立倫 最後這兩年是侯友宜 所以等於說這個違建 其實就是在國民黨執政之下 一路存在的狀況 所以到底裡面有沒有違法 我看西北市政府的態度